江山就是人民 人民就是江山 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打江山 守江山 守的是人民的心 各位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墙内墙外 刚才一开始给了大家一段视频 习近平说人民就是江山 所以中国的很多城管公安 就开始按照最高领导人习近平的指示 要守江山更要大江山 打的是江山吗 打的是民心 打完民心之后 习近平还怎么服众呢 于是乎通过各种方式 各种渠道来宣传自己所谓的优越性 今天中国的共青团中央 以美式自由为名发了一个图片 来讽刺最近就是在农历新年的时候 在加州的猛事发生在舞厅里面的枪击案 结果呢 本来官方是想吹捧一下 中国的自由 要远超美式的自由 要远超全世界的自由 中国的制度又是全世界第一 可是在官方媒体的这个宣传造势之下 评论区里面翻车了 我们来看一下今天在共青团中央 这个美式自由的宣传策略之下 中国的网友的回应是什么呢 网友表示说中视自由 等你上了大学就好了 等你工作了就好了 等你有了家庭就好了 等你有了孩子就好了 在人人以后就会好了 等你老了有人照顾就好了 最后啊 等你离开这个世界 你就放心了 你就放心的走了 所以中国民众对于官方的这个 讽刺的宣传 结果变成了自嘲 变成了自讽 中国老百姓觉得 中视自由啊 那就是等死吧 还有网友说什么呢 说那为什么中国的有钱人都 马上要跑出去呢 中国国门打开之后 紧赶着脚要跑出中国呢 官方能不能在这个时候解释解释 为什么中国的权贵一个个都把孩子生在美国 生在加拿大 生在欧洲 而不生在中国呢 官方能不能解释一下呢 当然了 官方是没有办法解释的 没有办法解释呢 他就会删帖 所以共青团中央发了这样一个宣传之后 马上就要删帖来保护自己的宣传舆论口径 中国老百姓啊 直接在问 说你与其搞这样的宣传造势砸自己的脚 还不如赶紧的先提升提升自己吧 说到这个自由 中国是最没有权利来说自由的 或者说这个自由的分量是最薄弱的 最轻微的 我们来看一下 在1月26号的时候 美国知名的智库卡托研究所 就发布了去年2022年的全世界人类的自由指数 中国呢 在165个国家当中排名是大数第几名的152位 咱先不说欧美的民主国家 咱们就把范围说小一点 说到东南亚的地区 中国的这个排名在东南亚排在多少呢 是垫底 就是最低一名 东南亚地区 自由指数最高的是台湾 排名是在全世界的第14名 另外呢 还有日本排在16名 韩国排在30名 香港是34名 蒙古国排在了第51名 蒙古国比中国的自由指数要高一些 20年前的2002年 中国在这过去的一段时间当中 当时的自由指数 是目前来说是相比而言最高的 当时的排名是113名 如今呢 下降到了152名 而且相关的资料显示 就是在习近平上台这10年 也就是从2012年到2022年 这10年当中 中国的自由指数 自由度下跌的是最快的 最厉害的 而台湾这个地区 中国政府现在一天到晚 在叫嚣着要怎么怎么统一台湾 要武统台湾 要文攻武克的 把台湾给统一了 要在台湾实施 中国所认为的在香港 在澳门实施的很成功的一国两制 那我们就来看一下 中共在香港实施了一国两制之后 香港的自由度的排名 香港在2014年以前 它一直是排在全世界的前10名 不光只是人的这个人口的自由程度 还有一点是当初的香港 是最引香港人为傲的 就是廉政这书 一直以来在长时间当中 香港都是排在全球前列的 跌不出前三名 而中共把香港之前讲的一国两制 几乎现在就变成一国一制了 尤其是国安法之后 慢慢的中国的一些政治手段 渗透到香港之后 香港的整个的廉政指数在下降 自由指数也在下降 从2014年之后 香港可以说是跌跌不休 跌到了现在的第34名 所以有人说 香港这个自由指数的下降 就跟中共当局 对于香港的进一步的压缩 进一步的加强管控 应该说是有着直接的关系 可以说就是中共当局 一次又一次的在伤害 在破坏香港的自由指数 从我们看到的这些数据当中 应该说是一目了然的 没有任何可以质疑的地方 所以为什么我们今天来看到 中共的共青团发出这个指示 中国的民众这个宣传当中 为什么民众不卖账啊 因为大家从香港 从澳门 那中国大陆的老百姓对于自由 那更是有着内心深切的呼吁 但是呢 却迟迟得不到任何有效的回应 所以人们在看到 官方对于自由的所谓的宣传的时候 在说美国如何自由 如何不如中国的时候 在嘲笑 在讽刺 欧美的自由的时候 那中国民众 唯有一招来面对 中国当局的这种洗脑宣传 就是反讽 说到中国的这个讽刺啊 其实不光只是自由 还有中国的经济 我们先来看一下 北京有一条街叫三里屯 最近呢 传出信息 说三里屯啊 要关街了 整条街的酒吧 要关闭了 第一个怀疑 第一个猜测就是 那肯定是经济不行了呀 因为酒吧是一个消费性的一个产业集军地 如果大家都里边没有钱了 消费欲望在下降 消费能力在下跌 那这样一个直接跟消费有关联的一个消费途径 或者消费的场所 他自然就走不下去了 就只能关门了 我们来看看 有一段视频啊 也反映了 现在三里屯现在要关街了 说是在一月底的时候就关停 最近这两天呢 也是在中国大陆的新闻当中 在舆论当中 大家也是在热议在讨论 当然讨论的焦点 依然是离不开 是不是跟经济有关系呢 所以为了让民众 对于这个新闻 所产生的对于经济的联想 没有那么大的一个辐射效应 所以中国的官方 北京市的官方 今天呢 做出了一个官方的解释 这个解释是来自 北京市三里屯街道办事处 这个办事处的相关人员的回应说 说酒吧街即将启动的是建筑物的 一些隐患的消除跟改造 官方说了 不是把这个街给关了 只是呢在保证将来在继续营业的时候呢 能够保证它的安全 所以官方说未来呀将继续的保留三里屯酒吧街的这个品牌 当然接下来这个会是怎么做会有什么样的改革呢 咱们也不知道 但是有一个改革 咱们是看到了 就是昨天 1月30号的时候 北京市的官方 发布了一个信息 是北京市的发改委 跟北京市的商务局 联合印发了一个通知 这个通知的信息 主要提到的就是摆地摊 其中提到要制定实施 这个商圈外摆摊经营的规则 在重点的商圈组织要开展 一些摆摊的试点 而官方也说呢 这个是由北京市政府统筹组织相关的部门来划定的摆设摊点的摊份 并且要明确的来确定摆摊的时间 经营的品类细则 由经营者向所在的街道进行网上的报备 由街道对细则落实进行一个具体的监管 不光这是北京 还有哪些地方呢 截至到目前为止 包括了上海成都 武汉无锡等很多的中国的一些省市 都陆陆续续的开放了地摊经济的试点政策 而且中国的相关的经济机构 叫做爱媒的一个研究机构 就预测说2023年 中国的夜间经济的规模 将突破30万元人民币 也就是说这个地摊经营 会在2023年当中对中国的经济提到一个很好的提振的作用 因为中国的经济现在实在是已经到了不救 就可能一落千丈的时候 所以没有办法 现在又再一次喊出了地摊经济来救市 地摊经济来救国 说到这个地摊经济 中国官方好像有点很暧昧的一种表述 曾经在2022年的时候 这个词最早是当年2020年 2020年的时候 中国的两会闭幕日那天 中国的国务员总理李克强 当时就提倡要以这个地摊经济来缓解 中国经济所面临到了很多的压力 而当时李克强主要是表述 说西部的一些城市 应该按照当地的规划 来开始摆地摊 要设置3.6万个流动性的摊位 来提振当地的经济 结果呢 就这一句话 导致中国在一夜之间 迅速的增加了10万个就业岗位 增加了10万人的就业 那么也就说这个地摊经济 不光只是解决掉了当地的经济的问题 而且更重要的是 解决了这个老百姓就业的问题 应该说 在当时中国很多城市 到了夜间的时候 那个地摊经济是很火爆的 在中国当时各个城市当中 也是一个很火爆的一个 这个商业集群呢 也是很亮丽的一道街头风景 尤其在夜间的时候 人头传动 但是后来李克强不停的在强调 地摊经济对于中国的经济的发展 多么的重要 对于民生经济的发展多么的重要 尤其是对民众的这种自主就业都么的重要 但是这样一个重要的背后 让民众看到了 李克强好像在治理中国的这个经济方面 李习近平的手腕水平要高一点 起码他对这个老百姓的这个就业的问题 收入的问题 他解决得更加的实在一些 不像是习近平 喊的都是一些航天飞机 一些高科技 跟老百姓隔着10万8千里 所以民众呢 仿佛是对李克强的看法的平下 要告语习近平 所以嘛 后来有了越炒越热的 越台越高的洗礼斗 那么很有意思是在去年 也就是2022年的6月5号的时候 中国的官方宣传机构 这中宣部啊 突然一天啊 突然之间对于地摊经济开始封杀掉了 中宣部开始封杀了之后 中国的官方媒体就陆陆续续的发文来跟随了 于是中国的官方媒体 人民日报央视和北京日报等等一些官媒 就开始发文 长篇累读的来批地摊经济 不是鼓吹了呀 是批地摊经济 说地摊经济呀不好 甚至这个人民日报的评论说 地摊经济升温啊 不能够发热 评论表示说 说中国的一线城市 不适宜不适合 不能够推行地摊经济 而且当年2022年的6月6号的时候 北京的官方媒体啊 北京日报 就说当地的有关部门的负责人就强调啊 北京如果油商满街不利于树立首都和国家的良好形象 并且称的网传北京发布了地摊地图是一个谣言 是谣言吗 那不昨天1月30号的时候 2023年的1月30号的时候 北京市的发改委 北京市的商务局开始制定了北京的地摊试点了吗 开始在重点的商圈来摆设地摊了吗 重点商圈啊 就是北京经济最火热的地区啊 地段最贵的地区啊 首都的核心商圈啊 开始来不点摆地摊了 一年过去之后 这个还不到一年 去年的6月6号说的 今年年初 自己打自己的脸 当时说摆地摊是谣言 今天怎么不出来辟个谣呢 所以中国官方发布的信息啊 难免让人会去猜测 是不是 今年3月份 李克强就要彻底的退休了 没有必要在洗礼斗当中来遮遮掩掩了 这个时候来摆摆地摊 让习近平 也跟民众拉近关系 让民众看到2023年中国经济的复苏 是以习近平为首的这个最高集体 来给民众发福利 发红包 让民众自主就业 有地方可以摆摊 让地摊经济再一次带热带火 中国的民间经济民营经济呢 把这个金回过头来贴到习近平的脸上 所以这样一个新闻信息的背后 其实反映出了中国当局 或者中国的这个政治高层啊 对于经济这个事啊 实际上他们心里边也知道 什么样的经济是老百姓喜欢的 什么样的治理方式是老百姓愿意接受 可是他们呢 有选择性的去进行 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满江红 上次我们说过中国的另外一部电影 高科技含量很高的流浪地球二 又骂得多 当然了 也有说这个技术确实很好 制作的水准确实很高 那么今天我们来说说另外一部 在中国现在 叫好又叫做的电影满江红 它主要是走的一个喜剧片的路线 可是就是这样一个喜剧片 过年的时候放了一个贺岁片 哎呀 看到中国的民众是热血沸腾 有的看完之后在剧场里面 大声的朗诵满江红 路法冲灌平栏处 当当当当的 群情激愤 还有更多的群众呢 看完满江红之后啊 他有实际行动 去干嘛呀 去排着队的打秦会 扇秦会 用木板 用木门 用各种道具 用鞋底去抽秦会 我们来看一下视频 品年庙会的时候 都有很多人来打秦会 我们当地人都认为 可以小摘其福 自从满江红上映以后 队伍也变得越来越长了 那么有解释啊 说其实往年啊 大家都会去打秦会 可是自打这满江红 在中国大江南北 火热的上映 引起了民众的这个满腔热忱之后 满腔激情之后 今年特别火爆 是排着队的去打秦会 各种打法 用鞋底抽啊 用手掌打呀 用这个木板去打呀 用什么各种道具 去打秦会抽秦会的 可是看完这个视频之后 我觉得很可笑 第一个 我不说你用手打秦会 那个铜像疼不疼 咱先不说 我们也不说这个历史当中 到底对于秦会的描述 是否就真如历史描述的那样 就是个舌恶不舌的一个大坏蛋 我们就当他是个大坏蛋 现在中国很多民众 排着队的去打这个 已经死了将近一千年的大坏蛋 这种打当中 我们看到了民众的群情激愤 背后呢 也看到了民众的一种恨 恨那些大坏蛋 可是今天 在中国社会当中 又有多少活着的秦会呢 那面对那些活着的秦会 老百姓怎么办呢 打当然是不敢打 因为人家有权有势 你也打不了 你也惹不起 所以中国百姓 现在没有办法 借着秦会 这个已经死了快一千年的大坏蛋 来发发信中 对于今天 中国大陆还活着的那些个 活秦会 活大坏蛋 那种泄愤 所以我不知道 官方看了这个视频之后 看了这个民众 排着队去打秦会之后 那些活着的大坏蛋们 那些活着的秦会们 他们心里面是什么滋味 当然首先 他们也是觉得很可笑 第二个呢 他们可能觉得自己 这个高压政治手段 很有用 导致这个民众呢 只能够找一些 没有伤害到这个 执政根本的 政治主体的这些手段 来发泄一下民愤 免得到了时候啊 这群众要真是群情气氛起来 要去揪这些活着的秦会打 官方啊 就不好收拾了 我现在放不过你 以后也不会放过你 那我想问你一下 杜总 我如果 我如果不管留名这件事 你能放过我吗 那更不能放过你 我就知道 我告诉你 你已经是上我了 我也不会放过你 你也考虑不了他 我就今天把话给你亮了 刚才我们看到这个画面 是网传的一段 说是志远中学的校长 在面对记者的一些质疑 一些调查提问的时候的一些恶劣的态度 志远中学呢 最近因为胡新宇的事件 被推上了风口浪尖 胡新宇在消失了一百多天之后啊 终于在二月二号的时候 中共的官方呢 做出了最终的一个结论 结论得出来的就是说 胡新宇啊 是因为自已身亡 专家分析呢 包括心理学家分析呢 说因为胡新宇 因为他心理上啊 有一些压力 而且他过往的人生生活轨迹当中呢 也是一个相对来说 性格内向孤独的一个孩子 所以种种的分析吧 就是把这个事件 目前是压实在了胡新宇 是因为学习上的压力 导致他最后选择了自已身亡 官方的信息一出来 马上迎来了狂风暴雨似的 网络上的一些质疑和追问 而最近这两天 也反复出现了几个最大的质疑 就是一根鞋带 怎么可以把一个人给吊死 所以很多现在中国的互联网上 有很多人贴个标题是恶意测试 拿着鞋带 到处去测试一根鞋带 怎么能够把人给吊死 包括胡新宇 自已身亡那棵树 它角立地面的高度 总统的质疑 弥漫着整个中国的互联网 于是今天很有意思的一条新闻 说是中国某些地方 四川啊 贵州啊 相关的一些专家提出了 将来啊 在鞋带设计的时候 一定要要求 严格要求鞋带 不能够超过60厘米 60公分 长于60公分 就是属于危险的一个鞋带范畴 为什么官方给出的结论 民众不相信是真相 提出了很多质疑呢 因为中共当局 这个政府 这个政权过往 这种说谎的季度是历历在目 所以任何官方发布的信息 民众总是会带着质疑的眼光 并且这个事件 前前后后有太多不解之谜 有太多庞杂的声音 官方没有给出解释 而民众不相信的背后呢 当然会通过很多的方式来求证 当然 官方既然给这个事件在 现在给出自意的一个定论 一个结论 一个定性 那么自然官方也会 想尽一切办法 用尽他们惯用的手段 来堵住民众质疑的声音 甚至是很多专业人士的 分析的声音 今天呢 我们不来具体的分析 中共官方给出的这个 胡新宇 自意的结论 到底合不合适 有多少真实性 有多少可以质疑的地方 因为质疑的地方 实在是太多了 我们也无法在节目当中 一一系数 我们也不具备这个专业的能力 来进行分析和判别 那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呢 就来说一说 在胡新宇这个事件的背后 带来的案件发生地 千山县以及志远中学 以及在那个地区 还在生活着的学生们 家长们 居民们 他们所产生了什么影响 就在这个事件 胡新宇一百多天的失踪 到了今天官方说 已经找到尸体了 而且判定了 他是自己身亡之后 江西省东边的一个小县城 叫千山县 当地的面积呢 只有两千平方公里 常住人口呢 是三十八万多人 这一个小的地区 现在胡新宇这个名字 或者说有关于胡新宇的事件 可以说是在当地是沸沸扬扬 人们在街头巷尾 人们在茶余饭后 总是离不开谈论胡新宇 所以说胡新宇啊 可以说现在在千山县 是无处不在 当地的很多家长 教育孩子的时候 比如说有个小孩 他吃饭不听话 那么家长在饭桌上 教育小孩的时候呢 居然那胡新宇 就曾经被学校里面 排查的一个地方 一个划分池里边去排查过 那么家长现在拿这个划分池 来吓唬孩子 来教育引导孩子 当地人啊 已经把镇远中学的一些 案件遗迹 曾经案件发生过的 或者说搜寻过的一些地方 变成了当地的一种都市传说 当然这种传说当中 当地民众讲的跟官方讲的版本 肯定是不一样的 在这个当中我们就看得出来 当地民众啊 对这个事件 他有一个大范围的讨论 而且对他们的生活有着影响 那还有当地的民众呢 当胡新宇的事件发生之后 当地很多做生意的老百姓 一些民众说 他们的孩子啊 从明年开始 可能他们就不会选择 继续留在 而志远中学上课了 转校去其他的地方 因为他们也害怕 也担心 自己的孩子在志远中学 会不会某一天 发生同样的胡新宇的事件呢 他们的孩子 会不会成为下一个胡新宇呢 所以他们有担心 这种担心的背后折射出 第一 不相信政府的这种信息的发布 第二呢 也不相信官方在事后的处置能力 第三呢 更不相信官方对他们的孩子 能不能够在胡新宇的事件之后 有一个保护 有一个提升 所以对他们来说 最重要的选择就是 孩子是安全的 家人是放心的 那就换一个地方 所以从明年开始 从下个学期开始 就不再志远中学了 还有的家长啊 本来在外地打工 让孩子呢 因为那个地区啊 它是中国的江西 福建 还有浙江三个省 交汇的一个小县城 那个县城当中呢 常住人口 我跟他说了 就38点多万人 而且很多年轻人啊 在成年之后 更多的选择就是离开那个县城 去福建啊 去浙江啊 离开他们那个地方 去一些大的城市去发展 可是当地非常的重视教育 教育资源呢 非常的集中 据说当地有60多间的小学 而当地的很多民众呢 就是选择把孩子 放在当地的学校上课 尤其是到了中学之后 基本上都是寄宿制的学校 而家长呢 可以放心的在 其他的城市挣钱 来供孩子上学 但是当胡信雨的这个案件发生之后啊 很多的家长开始改变了想法 尤其是当妈妈的 愿意放弃原来的挣钱的工作 回到当地去 回到这个千山镇去 陪着孩子去读书 陪读 过去这个陪读啊 主要也是妈妈 据说胡信雨的妈妈 曾经也提出过 他要留下来 陪着胡信雨来陪读 后来胡信雨来拒绝了 不让他妈妈陪读 可是当这个事件发生之后 更多的妈妈 开始选择留在当地陪孩子 所以啊当地的这个房屋中介说 最近这一个月 当地的这个出租房的价格 平均均价涨了200块钱 比去年高出200块钱 而且房源非常的紧张 尤其是挨进这些寄宿学校的 尤其是挨进这个志远中学的 那些房源非常的紧张 那个中介说啊 目前你要是离志远中学 最近的房源 照顾孩子最方便的房源的话 只剩下一套房子 所以可见家长的担心 他们要付出实际的行动 要不转学 离开这个地方 要不呢 就是放下自己的工作 为孩子着想 能够陪伴孩子 更多的陪伴孩子 守在身边来陪伴孩子 无非就让孩子有更多的安全感 那么另外一个人群呢 也受到了这个事件的影响 就是老师 应该说在这个案件当中 是一个风口浪尖上的一个群体 据说志远中学 他们有一个高中部和中学部 而现在有初中部的老师呢 晚上啊 经常会接到骚扰电话 就问他们 你们晚上睡得着吗 你们心里安心吗 就像午夜兄灵似的 那些初中部的老师 不胜其扰 所以最后啊 到了晚上 干脆把手机给关掉 就不接听任何的电话 一个是免得骚扰 另外一个呢 很难说心里 是不是有一种恐惧 所以当地的老师 也受到了这个事件的影响 还有我们刚才一开始看到的 那个据说是志远中学校长的人 虽然官方的通报当中 主要的责任呢 没有牵连到学校 但是学校在事后的处置当中 肯定也免不了一个监管啊 监督的失职的一个责任 多多少少要拿出一些人来 官方要做一个表态 把民众的这个怨气 在某些人的身上谢一谢 那么这个校长 会不会成为替罪羊 会不会成为这样一个 拿出来谢名分的一个角色呢 咱们也不知道 也只能是拭目以待 看看官方后续 在这个事件的进一步的发展 或者进一步的处置当中 会有一些什么样的进度 而最近这两天啊 对于胡新宇案件 又有了一些新的发展 比如说有网民就发现了 最早胡新宇在失踪的时候 在消失的时候 那官方给出的视频当中呢 因为视频有些是删截了嘛 但是有一些是没有删截的 在没有删截的信息当中 包括当时官方给出的文字信息当中呢 说胡新宇当时离开宿舍楼的时候 他穿的是拖鞋 可是就在这两天 官方公布的信息 而胡新宇啊 在那个照片当中 在尸体的查验现场 却是穿的一双完整的鞋子 不是拖鞋 那么这个就让人产生了新的质疑了吧 明明他刚开始的时候 说他消失 从宿舍楼出来之后 就再也没有人看到他回到宿舍 也就是说在那个时候 他已经消失了 当然可以猜测就是说他可能穿了拖鞋 还去了其他的地方 然后转展之后呢 最后到了这个自意的现场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 他可能从拖鞋 换成了现在我们看到的正常的鞋子 但是这些猜测这样一些质疑 为什么会不断的发生呢 就是因为官方给出的信息 没有完全解释民众的疑惑 更没有解释家长的疑惑 当时胡信宇的妈妈呀 他的家人啊 到处寻找啊 这一百多天当中 我相信他们是没有一天是 安安稳稳的睡过的 没有睡过一个好觉的 可是就在发布会的现场 很多关心这个事件的观众注意到 在官方的报道当中 信息当中 居然没有过多的提到胡信宇的家长 还有人说这个胡信宇的家长 根本就没有去现场 而且就在今天互联网上 推特当中有一个视频 据说是胡信宇的邻居 他说啊 胡信宇的家属 他的爸爸妈妈 他的姑父家里边的人 现在全部都被当地的官方 给监管起来了 联系不上 胡信宇的爸爸妈妈 胡信宇的舅舅 还有胡信宇的姑姑姑夫 还有胡信宇的姨 都被他们监督在那个河边 那个酒店里 我们更比邻居胡家堂的人 都找不到 请你们啊 这个上级的啊 正话语的人 尽快来给他解决这个问题 尸体现在是在千山县河口 那个河藏场 兵衣馆兵的那里 好 我们刚才看到这个视频 那是网传的 据说是胡信宇的邻居 最近透露出来 胡信宇的爸爸妈妈 他的亲属 一干人等 全部被当地的警方 给监管起来了 那为什么要把家长监管起来呢 目前这个事件的关键点 核心人物 是他们的亲属 是他的儿子 为什么要把他的亲属 给监禁起来 要控制起来呢 官方在怕什么呢 人家合情合理的去参与他儿子的这个案件当中的任何细节 甚至提出任何的质疑 难道不是合理的吗 那官方到底在惧怕什么呢 害怕什么呢 是害怕他们说了一些跟官方口径不一致的话呢 还是害怕媒体把这个事情发酵呢 所以中国政府的一系列的操作 前前后后的这种自相矛盾的言语 让这个案件 让这个事件 它永远都会凸手迷离 但是我们也不可能期待官方有什么能够服众的说法 因为官方的说法基本上90%以上都是很难服众 既然不服众 官方会用一些让你看不懂的莫名其妙的一些方式来遮掩 比如今天在中国的媒体当中有一条新闻 说北京官方近日推出了一个利民的十大的措施 当中有一条 说是北京市的市民95岁以上的老年人 可以享受全面的 就是一分钱不要的全部报销的这个医疗 这个新闻当时看到这个新闻的时候 估计很多民众在看到中国媒体 今天发出这样一个重磅消息的时候 可能会眼前一阵好像很吸引人 但是在这条官方信息的背后 我们看到很多评论区 中国的网民在评论这条新闻的时候 是一片骂声 那么首先第一 95岁 很多网友说 说那得再加强这个身体的锻炼 得把自己熬到95岁 再争取能够活到那个岁数 享受一下国家这一个好的福利 还有网民就气哄哄的质问 可以骂人吗 网友说你干脆你就定一个130岁吗 只有那个武侠小说里面的 张三丰 张真人可以享受这样的国家福利 但这个信息后来我上网搜寻这个信息的时候 我突然发现这个信息实际上最早提出这个95岁以上的老年人可以享受全免的这个医疗的时候 是在10多年前2011年的时候 我们可以给一张图片 我们来看一下 实际上你看北京免费医疗门诊这个门槛降低了5岁 以前是100岁 现在降低到95岁以上的老人 我们看明黑全报 大家看到这个日期 这个最早是在2011年的3月20号 官方发布的信息 到今天 已经过去十多年了 官方又拿出来 把它作为一个重磅消息 在某些中国的媒体当中放作头板头条 也吸引了很多网友的关注 但实际上这个新闻没有在今天发布出来 没有太多的亮点 我关注了之后 好像这一次 所谓的重磅消息当中 说是免费医疗来历史性的突破 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说将来 随着整个的形势的发展 可能会逐步的降低 到90岁 80岁 70岁 60岁以上 可能就能够进入免费医疗的门槛了 就加了这么一句是新鲜话 其他的都是十多年前的那段词 那难免起码让我就怀疑了 那今天中国媒体放出这个重磅新闻 有没有可能是故意夺人家的眼球 把胡心语的这个事件给褶一褶 给盖一盖呢 转移一下大家的注意力呢 因为医疗保健在中国来说 永远是民众关心的问题 因为没有嘛 因为缺乏嘛 所以这是我今天看到这个新闻之后 我并没有像很多中国网友看到的那种 振奋也好啊 那种关切也好 因为100岁也好 95岁也好 这基本上很多人都活不到这个岁数 作为官方来说 他肯定也知道 这样一个信息发布出来 多半是会招人骂的 那在这个时候 他哪怕是知道 这个信息会招人骂 他也要放出来 我们就得怀疑了 就得质疑了 他是不是会有其他的什么原因 在这个时候把这个十多年前的信息给放出来 好了 以上呢 就是我们今天墙内墙外的全部信息 感谢各位的收看 我们下期节目再会